咱写诗写多少年了 写诗看书这些 我三十几岁就开始写诗了 开始写的少 诗都是写的多 诗都是写的多 苏大哥平时不爱喝酒抽烟 就爱写诗看书 用自己的话来说 这就是自己闲下来时的爱好 而且通过诗底下标记的日子 苏大哥对于当天发生的事 全都能历历在目 几日大雨八岁对 头顶雨伞万河水 一人站在桥边处 望着大雨往下垂 当时那个 挺有的历在目 其实是我写的可细了 要不观察那么细吧 写不出来这个诗 这就是那几天下大雨 那个河水涨起来了 涨起来之后我去 我愿意看那种河水那种澎湃 涨水那个气势 你特意出去看的 特意看的 我愿意看那种 涨水那种情景 那你在哪儿看的呀 前面是大桥嘛 什么大桥 前面有个大桥大河 就前面不一样 在大桥上去看的 在桥顶上看的 看底下谁呀 那你下个大雨 那么大雨 你出去看它 你看到谁呀 我看了好几个点 看到好几个点 那个鱼也有几个大雨 三个点呢 三个点 看两个点或看一个点 写不出来这个诗 苏大哥和红娘说 写诗对于自己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爱好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苏大哥年轻时 也有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种平淡充实的生活 但这种生活 在妻子去娘家帮忙种地时 却戛然而止了 在她母亲家干活 干个七八天 不知道什么 就是急性性的 那你是没看到咱们妻子 走过一面的吗 他厌妻的时候 不是没看到 没看到 妻子的突然离世 给苏大哥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个时候让苏大哥觉得 孤独原本这么可怕 中年上去呗 老年上去 说是爷诚极大不幸 这是爷诚最低 最苦的 就要敬礼了 这个没敬礼的音吧 可能是没亲人体验吧 他可能是没有那种滋味 你在一起十年 零零四句了 那种打击 有些人寂寞时候流泪啊 流泪啊 那个寂寞时候 眼泪滑了躺下来 妻子离世后 虽然有书和写诗 能够带给苏大哥 暂时的慰藉 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身边没有个人 真的不行 那苏大哥对于未来的伴 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年龄剂量 别怎么超过我 就是皮肤小点 仿佛 这样事的 就是这样事的 只要体贴人 是这种 现在的苏大哥 不想只通过书本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了 也想找个性格温柔的伴 和自己说说话 唠唠嗑 而家住医通县的张颖张大姐 平时在幼儿园做保洁 那性格更是温柔 我两个不好意思 没什么事 没事 没事 张颖 张颖53岁 现收入1350元 无双宝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医通县 住房面积53平米 前夫的出轨家暴 使张大姐无法再忍受 最终选择了离婚 由于自己家的条件 不如前夫家好 也没有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这么多年了 张大姐始终自己一个人 面对时有的孤独 内向的张大姐 终于决定再找一个 年龄66岁以内吧 但是人必须得好 别的独次也好 如果是农村或者是城里 都可以吗 这个有要求吗 那没要求 我到哪就可以 了解了张大姐的 则我标准 红娘决定 让张大姐和苏大哥见一面 就给你买水果去了 大哥水果都是买 都是买有寓意的 四样买的